李显龙总理今天抵达欧洲对德国和西班牙展开为期六天的访问 外交部表示 总理这次到访重申我国和两国的友谎关系 总理也将同两国的领袖会面探讨如何加强同两国的合作关系 总理第一站将到访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 并在德雷斯顿郑同萨克森的州长提里希会面 接着总理李显龙会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 今年是我国和德国建交50周年 两国的双边贸易总值去年达到了200亿新元 总理2月5号将前往西班牙的马德里会晤国王费利佩 也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会面 我国同西班牙去年的贸易总值也达到了20亿新元 总理这趟的欧洲行程除了有总理夫人随行 还有贸工部第二部长伊华人 绿政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英兰尼 国防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次长孟里奇博士 以及国会议员潘丽萍 总理部在国内期间将由副总理张志贤代理事务